歐盟領袖召開視像會議後 同意推出超過5000億歐元抗疫援助方案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說 只有各成員國同心協力 才可以避免彼此的差異加劇 避免疫情後復甦的情況不對等 呼籲各國保持歐盟登一市場完整 才能夠共享繁榮 援助方案的內容包括協助工人和中小企等 建立就業安全網 也會協助有債務負擔的成員國 下個月初會商討相關的財政預算 預料援助可以在6月推出